接着我们哪一位议员要发言 林雨凯议员请发言 好谢谢那个无党团结联盟 给我们再多了十分钟 那我两个简单的问题想要请教 第一个是劳工纾困的部分 第二个是我们商圈振兴 我们现在知道市府的方案 就是补中央不足的方案 所以提出了暖心计划 针对失业劳工去进行这个 临时工158元最高80小时 三个月的这个方案 但是我必须要讲 现在有很多的状况是 临时工 他是领时薪的 或是他是自营者 他根本没有营业登记 他没有办法所谓满足 所谓叫失业劳工 他的确是工时有下降了 但是他不符合 东央跟地方的法规 我举例就是他卖杂货的这些小摊贩 他做首创的这些业者 他在做果园打工的这些园丁 其他小店帮忙的临时工 他都没有在这个方案里面被疏困到 这个部分我请市府真的要来留意到这件事情 当然我也是呼吁刚刚那个范思青议员的这个见解 现在的方案太多了 800块 真的得到不知道要用11块 所以应该要有一个单一的窗口 去受理这些劳工的疑惑 不是打了议员服务处 帮他每一个个案去排解他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钱从哪里来 因为刚才那个软薪方案听说是编了大概三千多万 那第一次本来要召开临时会 其实有一个启动灾害准备金八千九百多万 他是要拿来做大型场域收治的 但是目前的疫情状况来看 我们并不需要这个大型场域的收治 所以这笔钱是不是能够真正拿来帮助 能够照顾这些弱势的劳工 以及社福团体现在募款都非常的困难 社会局这边也没有多的裁员了 这些社福团体如果没有办法撑过这一关 接下来弱势的族群的灾难才刚开始 那我接下来就是庶民经济的部分 我们的火车站附近的商圈不是现在才要纾困 他已经在铁路地下化工程过程当中 承受了七八年的交通黑暗期 这个游客进不去因为被铁皮挡在外面 结果我们每年给他们的预算是多少 28个商圈每年金八局400万的预算而已 台北市39个商圈1800万的预算 这对我们高雄商圈来讲情何以堪 特别这些火车站附近的四个商圈 他们根本没有收到任何的援助 从前朝到现在基本上就没有 所以我现在是请问 你们现在不做就算了 还把人家常民商圈的牌楼在三月松的时候 莫名其妙去拆除 人家生意不好你还拆人家牌楼 而且没有跟商圈充分的沟通 这一点请金八局回去 我已经跟局长沟通过了 保留原位置做新的入口印象出来 好那最后我具体建议 我们铁路交易预算总共有109年度 101亿 只要拿出千分之一 就有1000万可以花在商圈的使用上面 对他们来讲 工程费千分之一而已 对商圈会帮大忙 请市长看到这个部分 谢谢 好只剩下两分半 我简单的尽快说明 第一个我还是必须要表达 在议会里面 没有个人咨询是非常荒唐的事情 因为每个人 不管你有没有党团 你都应该要尊重每个议员背后代表的名义 希望说未来每一次的咨询机会 都还是要让每个议员都可以有发言的权利 那再来就是刚刚市长 其实你提到说 在商会议员在说 学校要不要开放的时候 你拿这个敦目资讯舰队 这个其实是一个错误的举例 你这样其实是让民众会混淆说 是不是这个所谓敦目舰队 这个也是本土的案例 但其实不是 它是特殊处理的 你这样会让民众混淆 希望说你说法要精确 不然只会制造民众的恐慌 那再来我想要问的就是 因为其实这个投开票所只剩下 每个学校只限制两间 这个我第一时间想到 就是所谓的防疫问题 既然要让民众 希望说可以分散人潮 应该是要广开 或者是说用其他的方式 让这个防疫可以做得更好 而不是让人潮更集中 这个绝对会造成防疫的问题 我相信教育局这边应该也有非常好的防疫的观念 卫生局也会跟教育局沟通 那为什么这种时候会让教育局做这种事呢 所以这边具体的诉求就是希望市长可以请教育局撤回这个规定 不要有所谓每间学校只能开放两间投开票所的规定 可以做到吗市长 不好意思我时间有限 请市长针对两位议员的那个询问答讯 谢谢 可不可以先回答 不然你稍后再回答 我还有想要讲的 就是再来就是 等一下要针对这个问题回答 再来就是所谓纾困专线 刚刚其实于凯有提到现在有白白种 不知道市长知不知道总共有几种 算了一下至少有17种专线以上 那民众他们要打进来 每个人都不知道变成每个议员服务处都成为一个统一的窗口 那我相信这不是一个市政效率一个很好的方式 希望说可以看是不是经发局财政局 还有所谓所有的跨局处都统一有一个窗口 来告诉民众说这个应该是哪一个局处负责的 而不是大家都打到区公所 最后都有区公所的急难救助金来补助 最后区公所马上预算就没有了 结果其他局处还有钱 但是因为民众不知道应该他要连接到这个窗口 希望可以统一一个窗口 那接下来就请市长告诉我 可不可以撤回两个投开票所的规定 请韩市长答复 谢谢林议员跟黄议员 这个咨询关于这个窗口 这个韩市长对不起时间到了 我们请韩市长是不是详细的书面答复 以及在我们市政府开记者会的时候 详细答复两位议员的询问 那继续我们请国民党团准备咨询 请准备